因为爸妈走得早,我们兄妹二人可以说是从小相依为命,我初中便辍绝打工,既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妹妹阿连攻上大学,谁知大学毕业后,阿连却决定要到云南偏远山区去支教,用她的话说,她是想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贫困山区的孩子走出大山,左右熬不过她,加上妹妹从小被我灌大,最终还是同意让她去了,可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我们一生的噩梦。 起初在她走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们每天都会保持视频通话,虽然条件艰苦,但是连连也不是娇生惯养的女孩。 尽管物质条件比不上城里,但看得出来连连精神上是十分满足的。 这段时间里,她经常给我分享山区支教的生活,还有那里的风土人情,看她过得开心,我也就逐渐放下心了。 可谁知这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回到出租屋,就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 号码归属地显示未知,还有一串不常见的前缀。 我刚接通,对面便传来一个中年男人浑厚的咽嗓声,口音听着有点别扭。 你妹妹现在在我们手里,三天内准备三十万块钱。 否则撕票,我正想挂断,毕竟这年头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诈骗电话。 谁知下一秒,对方却准确无误地爆出了我妹妹支教的具体地址。 要知道除了我,她从没跟其他人说过支教这件事情。 你是谁? 我顿时心中一惊,同样的话我不想说两遍,如果你不想给你妹妹阿莲收尸的话,最好乖乖打钱。 说完,男人便挂断了电话。 正当我满脑子疑惑时,手机紧接着又收到一条短信,而短信里的内容几乎让我当场昏厥过去。 短信里传来几张照片,底下还有一个银行账户,照片里连连浑身赤裸, 头发凌乱地躺在一个狗笼子里,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铁链,看上去几乎已经奄奄一息。 连连从小到大都很爱干净,皮肤也很白皙,是学校里公认的大美女。 可如今这幅模样,却宛如从天堂坠入了地狱一般。 我仍然带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对方只是找了一个长得像阿莲的人敲诈我呢? 于是连忙拨打连连的手机号码。 可无论我打多少次,始终还是得到同样的答复,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在过去的几年里,不管每天忙到多晚,连连总会等我送完外卖,跟我聊天报平安。 可是今天是个例外,我顺时间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 连连被人绑架这件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这几年为了公连连上大学,我拼命打工,也才勉强能维持得上生活。 这会儿,对方一开口,就要三十万。 眼下意识半会,我真不知道上哪找去。 原本我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可随即又想到,对方既然能准确地说出我和妹妹的信息,说不定早就躲在哪里,暗中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了。 如果报警,对方知道后,或许真的会撕票,到时我真的会恨自己一辈子。 考虑了一晚上,就这样在沙发上做到天亮。 最终我还是决定先凑钱熟人。 一万,两万,挨个平台上传身份信息,申请网贷。 又像平时一起送外卖,交情不错的几个哥们东拼西凑借了几万块钱。 但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二十万,仍然还有十万块钱的缺口。 一筹莫展之际,我想起了老同学张强。 此时此刻,也只有他才能帮得上这个忙了。 张强是我的初中同学,因为他爸早年醉酒斗殴。 把对方打成重伤,不仅赔了一大笔钱,还被判了五年, 所以班上的好学生都刻意疏远他。 整个学校只有我跟他玩得比较好,那段日子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 我比他大一岁,他管我叫华哥,我则叫他强宰。 我没读到完初中,便出来打工养家。 张强则以他爸为反面例子,考上了外省一所名牌大学,找了一份好工作。 但他不仅没有看不起我,还经常跟我说有困难记得找他。 我在电话里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跟他讲了一遍, 毕竟靠我自己再这么瞎忙活下去,什么都解决不了。 他学历高,脑子转得快,我相信肯定会有办法的。 此时,距离交熟金的时间只剩两天。 当天晚上,张强坐了最近的一趟航班,从外省赶了回来。 门铃一响,我连忙打开门。 华哥,走,进屋再说。 刚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嘘寒问暖,张强便推着我往屋里去。 随后他又马不停蹄打开电脑,将我手机上的勒索号码还有银行账户信息查询了一番。 张强一脸严肃地告诉我,电话的IP定位跟账户都不属于国内,而是来自缅北。 你是说,我妹妹阿联被人绑架到缅北了。 张强点了点头,现在这种情况,不管你报不报警,交不交钱,阿联都回不来了。 这几年时常在网上听人说缅甸盛产绑架和电信诈骗,可没想到有一天这种事居然会发生自己的亲人身上。 阿联是我从小带大的亲妹妹,去云南支较也是我同意让她去的。 要是她出了什么事情,我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爸妈? 要不然我们还是报警吧,警察肯定能把连连救回来的。 跨国罢难度很大,而且缅北从来都是属于三不管地带, 所以那边的犯罪分子才会这么猖獗。 并且绑架勒索只是第一步,等到压榨完最后一笔钱, 人质又会被强制出卖肉体,甚至是出卖器官, 所以不管你交不交钱,他们都不会放过阿联的。 强仔平静地述说着,仿佛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一般,眼神里充满了恨意。 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我近乎颤抖地说,沉默两久,强仔终于缓缓地抬起头, 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华哥,要想阿联能够活着回来,你必须自己亲自去一趟缅甸。 在我惊恶之余,张强告诉我,他有个二叔在缅北工业园里做事。 他来找我之前已经打听过消息了, 阿联被绑架这事跟他们没关系, 不过二叔可以帮忙搭线他们的老大, 让他帮忙找阿联。 我内心满是疑惑, 为什么张强会有一个二叔在缅北那种地方工作, 他们的老大又凭什么帮我? 我本想追问个清楚, 可张强却始终坚持说现在不方便透露太多消息, 否则很多人会因此丧命。 尽管心中充满疑虑, 不过我对阿联的担忧早已盖过了一切。 眼下除了以身犯险, 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毕竟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因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 照这么下去, 阿联肯定是没救了。 隔天一早, 张强把我送到机场, 目的地自然是缅北。 此时我整个人显得十分憔悴, 毕竟已经两个晚上没睡好觉了。 好在上飞机后, 我一路睡得很沉, 可算恢复了一点精神。 四个小时后, 飞机顺利降落在缅北巴默机场, 来接机的事便是张强说的二叔。 二叔跟我说张强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他了, 到了地方之后, 尽量少说话, 见机行事。 开车的司机是一个皮肤躯黑的缅甸人, 一脸凶下。 汽车开了很久, 一直从水迷路变成了迷土路, 又穿过了一片看不见尽头的香蕉园。 两久, 终于停在了一个工业园的门口。 园区里到处都是巡逻的保镖, 每个人都穿着迷彩色军服, 两手握着一把AK47横在胸前。 我跟在二叔后面穿过园区, 一路上不停传来各种惊心的声音, 人的惨叫声, 狗的狂吠声不绝于耳。 在这种地方稍有不慎, 便可能有来无回, 于是我始终低头走路, 不敢左顾右盼。 二叔把我带到了一个办公室里, 在这我终于见到了他们的老大, 班森。 看着班森后面站着的一排真枪实弹的保镖, 我难免心里发怵。 班森健壮, 叹了摊手说, 你不用紧张, 丁叔已经把事情都跟我说了, 只要你帮我做件事, 我自然会让手下帮你把妹妹找回来, 丁叔就是二叔。 我本以为自己不会缅甸语, 正想着该怎么交流。 没想到, 班森却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了一通, 我心里纳闷, 让我帮一个缅甸黑帮老大做事, 我身在异国又手无寸铁, 能做什么事。 紧接着他又告诉我, 绑架阿联的那个帮派, 跟他是死对头。 而他们手里有几份自己非常需要的资料, 如果我能帮他把文件偷出来作为交换, 他会派几个人帮我救出阿联。 见我低头不语, 一直在一旁站着的二叔连忙用手肘顶了我一下, 于是我连忙答应下来, 毕竟我也只能说好。 要是说了个不字, 失去利用价值的后果, 可想而知。 二叔随后带我走出了房间, 并跟我讲了一些事情。 原来班森的主意是让我假扮成外国客人去买猪仔, 而他们嘴里所谓的猪仔, 就是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在缅北被绑架过来的女孩。 大部分会先被索要家里人的电话, 然后便是敲诈勒索, 等榨干了油水便会进入下一个流程, 那便是沦为招待客人的礼物。 长得好看的, 接待多一些客人, 多赚点钱, 自然会少挨些打。 长得丑的, 大多被迫沦为电信诈骗的人员, 玩不成业绩便会遭受一顿毒打。 而一旦逃跑被发现, 便会被当场击毙, 然后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在缅北, 有成千上百个所谓的工业园, 许多帮派往往会从事贩毒, 武器走私, 人口贩卖等非法活动, 从而获得巨额利润。 不同的帮派之间, 常常还会为了获取利益, 争得你死我活。 班森所说的重要文件, 估计也跟上面几样东西有关。 此时, 距离交赎金的日子, 也仅剩一天的时间了。 隔天一早, 班森派人将我打扮了一番, 又换了一身形头, 看上去确实像是出手 阔绰的外国客商。 随后又派了二叔, 还有另外两个缅甸人, 一起开车前往绑架阿联的那个园区, 而我对外的身份则是美籍华人, 简称李先生, 想来买几个猪仔找找乐子。 大概开了两个多小时, 车来到了另一个工业园区。 名为坎拉工业园, 里面大部分都是被各种拐卖诱骗过来的中国人。 园区门口戒备很森严, 站着许多持枪放哨的缅甸人, 墙上布满了带高压垫的铁丝网。 一进到园区里面, 还没等我们下车, 便立刻被好几个人包围住。 门口的安保人员将我们挨个搜了个遍, 确认没有携带武器之后, 才向其他人打个我看不懂的手势。 过了一回, 从一栋大楼内走出来一个皮肤有黑的男人, 他一见到我便说用别角的中文说着, 欢迎, 欢迎, 我叫安德拉, 听说李先生你要来买货, 特地来接待你的。 一听见他说话, 我心里猛然一惊, 这个口音, 分明就是三天前给我打电话, 要钱赎回阿莲的那个男人。 这下子我更确定, 阿莲肯定是被绑架到这里来了。 我强忍着让自己镇定下来, 好在他们应该还不知道, 我就是阿莲的哥哥, 否则今天怕是走不出这个门了。 我点了点头, 让他带路, 刚往前走了几步, 便看到一个女人发了疯似的往门口跑去, 只见她浑身是伤, 衣服都处都是血痕, 身上看不见一处完好的皮肤。 紧接着, 从门口两个的哨港里同时传来密集的枪击声, 而那个女孩只跑了十来步, 便再也倒地不起了, 浑身便不淡孔, 血流满地。 我顿时吓得走不动道。 安德拉健壮不屑地瞥了地上的女孩一眼, 随后立马变了脸色。 你们怎么干活的? 吓到我的客人了知道吗? 对不起了李先生, 手下的人没看住, 让货跑了出来, 安德拉边说着边往屋内摆手。 紧接着屋里跑出来几个缅甸人, 连忙把女孩拖到了小山后头, 血迹躺了一路, 看到那个企图逃跑的女孩的下场。 我又不禁想起了阿莲, 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了, 她是否也经受了同样飞人的虐待。 要知道, 在这苍蝇都难飞出去的地方, 与其说是企图逃跑, 倒不如说, 刚刚那个女孩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此来逃离这地狱般的修罗场。 我们一行四人, 又跟着安德拉走进了大楼里, 与外面森严破败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楼内的装潢反而格外高大, 俨然一座星级酒店。 大楼内的缅甸女人衣着整齐地站成一排, 一见我们便齐声喊道欢迎光临。 安德拉随后向我们介绍说, 这些女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经过训练后十分听话, 而且她们还会说好几种语言。 买回去当奴仆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很多美国佬经常过来, 一买就是好几个。 没看见阿莲, 我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随后她又把我们带到二楼。 与一楼不同的是, 二楼摆放着一个个可容纳大型犬的狗笼, 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狗, 而是人。 女人们一个个蜷缩在里头, 衣不遮体, 笼子旁边则放着狗盘子, 里面盛着剩饭剩菜。 安德拉介绍说, 这些女人里面有中国人, 日本人, 也有不少东南亚人。 她们都是各种花样诱骗过来的, 有的是独自来旅行被绑票的, 有的则是通过诈骗过来的。 而装在狗笼里, 说明她们还没有被驯服。 这个狗笼, 明显跟那天短信里, 阿莲呆的狗笼是同一个款式, 我突然感觉寻得了一丝希望。 说不定阿莲就被关在这里。 一看我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 安德拉立马拿起铁棍, 不断敲击着身前的笼子。 巨大的敲击声吓得女孩们尖叫连连, 姑娘们,来客人了, 怎么一个个都缩成一团, 这样是不礼貌的。 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 小心谨慎地沿着铁笼摸寻着, 可走了一圈, 依然没有看见阿莲的身影。 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表示我对这些货都不感兴趣。 安德拉健壮立马询问道, 怎么了李先生, 难道这些货还是不能让您喜欢吗? 我唉声叹气道, 这些都太普通了, 有没有高档一点的货。 来之前, 二叔告诉我, 这里的女孩按照外貌身材 都会被分成不同的等级, 价位也各不相同。 我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所在二楼的这些女孩, 折算成人民币人均约十万块钱。 而那天阿莲的赎金, 分明是三十万, 那也就是说, 她很有可能是被关在另外属于更加高档货的楼层。 听见我这么问, 安德拉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那笑声在空旷的大楼内环绕, 十分可怖。 哎呀, 李先生果然很懂货啊, 看来不拿出点真货是满足不了您了。 听他这么一说, 我下意识拽紧了拳头。 果不其然, 安德拉又提出要带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不过上楼之前, 我又借口人太多不太方便, 于是让随行的两个缅甸人先到外面等一会, 只留二叔和我继续跟着安德拉上楼。 因为按照原本的计划, 我跟二叔负责拖住安德拉在屋内, 而那两个班森的手下负责去偷资料。 随后, 我们又被带到了三楼, 与空旷且随意摆放的二楼不同, 三楼被分割出了许多个单间, 每个单间里分别关押着两三个人。 安德拉介绍说, 前几天刚刚进了一批新货, 品项都很不错, 本来按照行价折合成人民币, 大概需要三十万块钱, 但是赎金一直没要到, 如果我现在能给全款的话, 可以给我打个折扣。 接着又给了我一本小册子,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人民。 日文的, 中文的, 英文的, 看样子, 这些都是被诱拐过来的女孩, 亲手写下的身份信息, 以及家属的联系方式。 在每一栏的最后, 还都附着每个人对应的价格。 我表面上假装不经意地翻看着, 实则内心早已慌万不已。 突然间,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 再也熟悉不过的中文名字, 扭扭曲曲地写着阿连两个字。 我, 我要看看这个。 我指着本子上阿连的名字说道, 是兴奋, 是恐惧, 还是喜悦。 此刻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距离阿连失联已经过去三天时间了。 这几天好像做梦一样, 倘若我来晚一步, 阿连又会被卖给谁, 等待她的又将是怎样命运, 又或许最后会像刚才企图逃跑的那个女孩一样吗? 我回了回神, 紧紧地跟在安德拉的身后, 向房间门口走去, 绕过两条走廊, 我们来到关押阿连房间的门口。 原本我还有点担心会被阿连认出后暴露身份。 谁知房门经过特殊改装, 上半部分开了一个窗口, 并且装上了特殊的玻璃。 因此只能从外面看见里面。 安德拉介绍说, 这是为了让客人可以更好地挑选货物。 由于紧张过度, 我几乎走不动路, 但还是强忍着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勉强撑手靠在门上, 映入眼帘的是早已失魂的阿连, 与前几天污浊不堪的模样相比, 他显然是被精心擦拭过一番, 脖子上的铁链也换成了脚铐。 整个人仿佛失去灵魂一样, 呆呆地坐在床上, 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肉眼可见的比之前萎靡了下去。 我强忍着内心的愤怒, 指了指屋内的阿连说, 这个要多少钱? 安德拉健壮, 立马走上前来, 李先生眼光果然很不错。 这个女孩是前几天刚来的, 打电话联系家里也没人管, 这都三天了, 看来她跟你可真是有缘分啊。 我内心极是惶恐, 又是庆幸, 还好当初听了强仔的话, 没有交赎金。 要是交了的话, 失去勒索价值的阿连, 估计会被卖得更快吧。 原本她的赎金是要三十万的, 不过如果先生您能付全款的话, 那么只需要二十万就可以把她带走。 来之前二叔就跟我讲过, 买猪仔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原本我就只筹到了二十万块钱, 正担心不够, 没想到这回刚刚好。 谁知道有一天我竟然需要支付二十万块钱, 才能买回自己的亲生妹妹呢。 但是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于是我将装有二十万块钱的箱子给了安德拉, 随后她打开房门, 放出了阿连。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阿连抬头看了我一眼, 却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如同一个傀儡一般, 眼神无比的空洞无误。 她, 怎么回事, 我惊恐地问道。 安德拉随后说, 她刚来的时候老是想跑, 于是我让几个弟兄好好照顾了一下, 嘿嘿, 又给她吃些点药, 估计是惊吓过度。 过几天就没事了, 您不用担心。 说完, 她又将阿连转交到我手里,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阿连仍然在颤抖个不停。 此刻我一秒钟也不想多待在这里了, 我跟二叔一人扶着一边就往门外走, 但是从进门到现在, 我始终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好像一切都过于顺利了。 正当我们准备走出一楼大厅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安德拉的声音, 走那么急干嘛,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我转头一看, 随行的那两个保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活活勒死了。 随后就像两块肉一样被扔在我们跟前。 安德拉突然邪魅地笑了起来, 你们该不会真觉得自己能走吧? 原来刚刚就在我支开那两个缅甸人之后, 他们刚前班森的办公司不久就被抓住了, 经过一番严刑逼供出卖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而安德拉之所以还装模作样地陪我们逛完三楼, 只是为了看看我们还想耍什么把戏。 就在我近乎绝望之际, 突然一个缅甸人高喊着我听不懂的话, 跑向安德拉。 不知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他的脸色短短几秒内就变得十分惊恐。 紧接着下一秒, 我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 快走! 趁着安德拉分神之际, 身边的二叔朝我大吼一声, 抱起阿联就跑向大门口的吉普车。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弄了一秒, 也紧跟在后。 奇怪的是, 原本大门处鹤枪实弹的士兵们已经消失了, 身后的安德拉也没有追上来。 我们迅速冲到车上, 二叔蒙踩一脚油门, 将铁网门撞开后逃离了园区。 一路上, 我不断地地看向后视镜, 害怕后面有人追上来。 可二叔却始终一脸淡定。 直到我镇静下来, 他才开口说话, 待会我把你送去一个私人机场。 你飞去缅甸首都内比都, 再去求助中国大使馆, 那样就可以回国了。 我点点头, 但仍有些不明白, 刚才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叔看了我一眼, 随后才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原来从一开始, 我就是班森的鱼儿, 他压根就没指望我能把文件偷出来。 而实际上, 我们几个人只是转移安德拉注意力的诱饵。 暗地里, 班森早就已经派一支小部队潜伏在园区周围, 等到安德拉顾着做买卖, 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时, 趁机击毙园区里的守卫, 趁乱直接抢走那几份重要文件。 而安德拉原本以为自己识破了我们的身份, 有恃无恐, 却没想到班森的职员来得这么快。 毕竟安德拉的守卫人数并不多, 大多都是附近临时拉来的村民, 跟班森的精良武装相比差远了。 所以, 不一会儿便都被解决掉了。 我和二叔逃跑之前, 那个慌张的缅甸人跟安德拉说的话, 估计是在报告他们发觉了有一股小部队已经逼近工业园, 估计这会他们已经得手了。 而安德拉之所以没有追我们, 正是因为资料的重要程度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几条人命。 所以他才无暇顾及让我们得以逃脱。 临上飞机之前, 二叔告诉我说, 原本班森给他的命令是任务完成后, 就将我和阿联就地处决。 但是很显然,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就不会安排飞机让我们逃走了。 更多的事情, 他说, 等我们安全回国后, 张强自然会告诉我的。 至于班森那边, 他会回去复命说已经把我们解决掉了。 跟二叔告别之后, 我们顺利到了内比都中国大使馆, 不久便被安排回国。 归国后, 到医院安顿好阿联, 我立马给张强打个电话。 当天晚上,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 我这才明白整件事真正的来龙去脉。 原来, 张强也曾是跨境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就在他父亲刑满释放不久后, 为了偿还家里欠下的巨额债务, 张强他爸又被人骗到了缅北, 随后不知所踪。 直到在一次国际联合执法中, 警方捣毁了缅北一个工业员, 就出了不少人, 也发现了几个埋葬受害者的山坑, 而张强父亲尸体就在其中, 身体里的器官早已被掏空。 任令尸体后, 张强的母亲彻底疯了, 不久后跳楼自杀, 好好一个假。 从此分崩离析, 从那天开始, 张强为了报仇, 利用自己对计算机网络的天分, 被地里成为暗网的一个情报人员。 缅北各大势力在暗网均有交易, 因此, 张强并未出国, 便能破解并掌握不少缅北黑恶势力的线索, 并在他们之中周旋, 尽量把得到的情报交给警方。 而二叔则是缅甸警方安插在班森身边的一个卧底, 二叔的女儿同样也是因为缅北黑帮而死于非命, 因此他一直跟张强紧密合作, 为了是能够尽可能地解救更多无辜受害的人。 早就在一个月前, 张强就得知班森一直在寻找一个外国客商, 充当替死鬼诱饵, 却不知我和妹妹居然也被卷入这场漩涡之中,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帮得上我的忙, 替我策划了这一切。 几天之后, 张强又告诉我, 班森和安德拉的工业员均已被缅甸军方成功捣毁。 班森之所以费尽心思也要拿到的那份文件, 是因为里面牵扯到缅甸高层众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因此无论是班森和安德拉等多方势力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 因为谁掌握了这些机密, 谁就有了缅甸高层的把柄, 可以以此为要挟为所欲为, 但是他们谁都低估了这份文件的巨大威力, 背后牵扯到的权密基要过于错综复杂。 因此张强和二叔从中斡旋, 通过警方内部把这件事情透露给缅甸高层。 缅甸高层得知后, 便宣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其销毁, 并直接下达令,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要剿灭班森和安德拉的工业园区。 就这样, 一场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惊魂游戏也随之落幕了。 随后, 军方将园区中被囚禁多日的受害者转交到各国大使馆手中。 至于阿联当初究竟是怎么从云南被拐到缅甸去的, 也只能等他意识清醒过后才能知道了。 这次的情况下, 有些人是大小鱼吃的, 也只能够放在缅甸内, 所以你会想出门上来的需要尽力量,